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与两会的第二现场视讯记者会 一开场就被外媒质疑为何中方至今仍不说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 欧俄战火持续欧盟官员表示欧美制裁无法调停中国大陆应当何事老 分歧越大越需要做下来谈判 中方愿意继续为劝和出谈 在一百多名中外记者中北京特别点了俄罗斯记者提问 西方对俄罗斯和中国至于增长的集体制裁压力将如何影响对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王毅对中俄友好注入定心丸 而俄乌危机引发国际讨论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两者没有任何可欲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 美国一些势力为了遏制中国的振兴 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 王毅在台海争端上禁骂美国 说这个印太战略是印太版北约 也批评台湾政府不承认一中 另外也提醒日本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基础 根基不劳地动山摇 后续在台湾在美日有何效应值得关注 TV新闻朱光红 陈永文 北京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YT频道 TVBS国际新闻 北京报导